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触到一个话题 这个时空中 我们生活的空间中 是否真正存在鬼神 因为这个近几百年来 西方的文化开始对东方根文化进行冲击 我们提到鬼神的时候 大家都以封建民信这个词汇 来对它进行衰逝 实际上真正民信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如果从科学家对今天时空的描述 我们会发现我们被欺骗了近一百年 那么科学家怎么描述我们生存的空间呢 他说我们生存的空间 有百分之四的是物质世界 那么可以被仪器显现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百分之九十六的时间空间 里面存在着真实的存在物 里面充满着暗物质 暗能量 由暗物质暗能量组合的暗空间 那么这个部分占了我们百分之九十六的空间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同步的存在着一种是仪器可测的物质世界 还有一个仪器不可测的暗物质世界 那么暗物质世界居然占了百分之九十六的这样的比例 那科学家也同时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体在我们说话的当下 有成吨的甚至是量数更多的暗物质 穿越我们的人体 穿越这个房间 穿越这个大楼 因为不可测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测量 这一秒钟穿过了多少 有多少暗物质 暗能量 这个作用我们人体 更不要说我们去使用这个暗物质 使用这个暗能量 那么在今天的台湾 还有这样的状况 有的人突然走在马路上 感觉被个影子撞了 然后自己马上就不舒服了 那这个呢 他们叫卡阴 什么叫卡阴 就是有肮脏的东西 穿过你人体的时候 不小心卡住了 卡住了形成一种因果 然后这个人就不舒服了 头晕了 然后魂不附体了 他就需要找功夫师 去帮他清理这个因 把这个卡住的因从体内请出去 然后呢 他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 暗物质也有生命体 这些生命体 它也跟我们同步生活在这个时空中 只不过因为仪器不可测 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不可看 耳朵不可听 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和他沟通 但是偶尔不小心 跟你的这个身体相应了 卡住了 卡在里面了 结果就相应了 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也证明 在这个生活的时空中 有一种生命体 是我们的肉眼不可见 一切不可测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古代所说的鬼神世界 那么今天的96%的 客观存在的暗物质 暗能量 组合的暗空间 是否可以等同于鬼神空间 鬼神世界 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地研讨 继续地进行科学实验 但是如果想借助4%的科学 这些实验工具 这些物质工具 去研究96%的暗物质 暗能量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的客观存在 这就是用错了方法 那么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是否有一群人 不使用 不借助这些物质界的 这些工具 而使用了另外的方法 对这96%的鬼神世界 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呢 答案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回到祖根文化 无论在东方西方 都提到了灵魂世界 那么这个灵魂世界 是今天科学家完全不能进入的一个世界 巧的是 无论东方西方 他们的学说被传成几千年的圣贤 圣人 他们的学说 不仅包括了4%的物质世界里的描述 更多的是对于96%的暗物质世界里的 鬼神世界里面的描述 灵魂世界的描述 并且他们都称为圣人 他们的学说到今天 有七千年的 复习式的文化 有七千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在皇帝 阎皇子孙的皇帝这个时期 离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到这个孔子时代 老子时代 释迦牟尼时代 离我们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耶稣的时代 离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这个伊斯兰的 这个圣人描述的世界 它的经典 离我们也有将近两千年 这样的一个历史 他们为什么 他们的学说 能够传承之间 被七十多亿人 其中的六十多亿人 去信仰 去追求 去信奉 这中间如果没有科学道理 那么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 有六十亿人 都是傻瓜 都是在搞迷信 可这是我们 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时候 所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事实 我们是否要放弃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一个争论 而真正的 用一些特殊的 可操控的技术方法 对鬼神世界 进行一个全身心的研究 全新的一套 新的科研方法的诞生 使用这些科学方法 来对我们存在的 百分之九十六的 这样一个不可描述的世界 进行科学实验 所以这是借着清明前 给在座的各位 提出的一个反思话题 我们是不是自以为是的 以为我们相信的 无神论 没有鬼神 就是一种正确的信仰 实际上这个信仰 这个坚信 是你这一生学习来的 不是你自己 通过自己的身和心和灵 去做实验 得出的实验结果 所以是古代使用了 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文科学 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 一些大量的研究技术方法 和操控的实验 技术方法 早都对我们生活的 这个全世界 全世界是百分之四的世界 和百分之九十六的世界 进行了准确的 准确的描绘 精确的研究 实验成果 有大量的实验成果 通过这些圣贤的口述 通过他们的经典 传述至今 但是我们以为 今天的科学 发达了 这些古人的 他们是低级的人 他们是 没有科学工具的人 你现在的科学工具 发达 只能研究百分之四 古代科学知识 不发达 科学工具 不发达 人家可以研究 百分之九十六 谁丢失了一个重中之重 一个宇宙生命的实相 我们从这个比例数 可以看出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是一个高级的 实验工程学的技术方法 它也通过身和心的感应 对这个宇宙的感应 对这个宇宙的显现 进行了细致准确的描述